文化實驗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Cultural Lab國際論壇 一起來啟動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六年的建構計畫 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希望能夠打造一個 能夠回應社會議題 然後面向未來文化發展的一個基地 鼓勵研發創新和實驗 作為發展的核心 鼓勵支持所謂的文化創作者 在這邊提出他們的構想 那最終能夠在這邊得到實踐和發展 那實驗室所指的並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實驗場所 它更是一種實驗或者研發的方向跟精神 第一個階段我們是以五個實驗平台作為起始 希望能夠由社會科技跟藝術三個面向來出發 在C-Lab未來的發展就希望說能夠跟國際組織做更深度的合作 但是同時也把台灣民間已經蓄積很雄厚的聲音跟影像的研究 不論是在當代藝術民俗文化或是聲音聲景的採集 能夠做一個網絡上面的這樣的一個疏通 變成一個我們所想要發展的這個生態系 在實驗場裡面記憶工程實驗室其實是處理關於歷史記憶還有檔案 還有過往的歷史軌跡這樣子的議題 很多樣的方式去回應歷史還有回應檔案這件事情 數位人們的實驗室它可以做大量的所謂網路公民參與 大的數位平台下面討論很多未來的政治或社會議題 然後透過一個數位的平台來把它展現 跨越科技跟藝術或者是歷史人文這方面的對話 在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真正核心的其實就是在文化創新的思維上 文化創新怎麼扣合跟社會創新做一個結合 這是我們想要嘗試的 今年的社會創新主要是主用在實驗建築的計畫 有合作社的一個合作平台 今年我們也辦了多場工作坊以及論壇講座 當代藝術這個方向其實它是一個連結串接 其他幾個實驗主題的一個重要的方式 裡面包含了有展覽、演出以及放映 各式各樣的一種實驗 可以透過這些豐沛的方式 來跟社會大眾來做一種溝通與交流 給你作主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